那麼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是天秤座 我們艾亞上榜 篤林哥也是 篤林哥也上榜 來 天秤座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是什麼原因 因為天秤座的這個星座朋友 他有一個特質 是服務親切 而且口碑最佳 像剛剛艾亞說了 他參加這個繞境活動 然後其實是親力親為 而且就是 雖然自己是老闆娘 但是還是願意在第一線 服務給相客 所以服務親切 口碑最佳的人 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來 我們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板 適合開創自己事業的星座 那麼請觀眾朋友 來賓參考一下 太陽跟上升星座 那麼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是天秤座 我們艾亞上榜 篤林哥也是 篤林哥也上榜 來 天秤座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是什麼原因 因為天秤座的這個星座朋友 他有一個特質 是服務親切 而且口碑最佳 像剛剛艾亞說了 她參加這個遶境活動 然後其實是親力親為 而且就是 雖然自己是老闆娘 但是還是願意在第一線 服務給相客 所以服務親切 口碑最佳的人 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那麼篤林哥有自己做 自己的直播 也是服務非常到位 然後他那個沒有錢 臉書 對 近距離 何篤林粉絲團 那邊 好 大家好關注喔 來 第二名的朋友 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是這個 新作 處女座 對 處女座的朋友 開創自己的事業 是什麼原因呢 跟她的新作個性有關 因為處女座的人 她是腦筋靈活 而且她推出的品質的產品 都是最佳的 品質優良 品質最佳 所以這個有時候 在做生意的時候 你必須要動頭腦 你推出跟別人不一樣的 這個產品 就有這個商機的機會 那麼你在做產品的時候 如果說你注意到品質 也注意到一些食材的 一些優良的話 那麼你就能夠浮出台面 給人家看到 所以整體來講 處女座也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 摩羯座的朋友 也適合開創自己的事業 的原因是因為 摩羯座的性格 是不怕辛苦 而且毅力最堅持 做生意或者是開創事業 其實那一份熱情都是 做生意初期都會有的 但是你要堅持下去 你要有毅力 這個部分是 摩羯座的性格來講 他會最為堅持的 所以他往往能夠 不怕辛苦 然後不怕困難 最終能夠成為大企業家 有上榜的朋友 天明座 處女座 摩羯座 都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 給他做參考 艾亞 你們家這個 火紅的素麻辣 素的 素的麻辣還可以這麼好吃 然後現在超紅的 吃過的人都說讚 妳當初是怎麼樣想 殺出重圍 創造出這樣一個商品 我其實覺得 這是我媽送我的禮物 怎麼講 真的是 因為我從媽媽離開的時候 可能觀眾朋友也都知道 我那時候可能狀態就比較差 但那個時候 因為我媽剛過世 所以我吃素 然後我吃素的時候 吃片應該說 市面上 基本上台北市的餐廳 我都吃了 可是素食 那也沒有很悲傷 妳每個地方都吃過 不會 因為蔬食有很多好吃的 可是蔬食裡面 要吃到好吃的麻辣系列的東西 很少很少 然後我那時候也就很納悶 為什麼很少 可是剛好我老公 本來就對這個食品業 比較有一點點經驗 然後他以前又有做過餐廳 所以他自己又喜歡做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我老公 因為大部分要堆疊出 這個麻辣香氣 首先麻辣鍋可能就是牛油 對 然後再來就是五星 比如說洋蔥 蒜頭 很多麻辣鍋都要爆炒 這個底料 然後你才會吃到好吃的麻辣鍋 或是麻辣相關產品 所以那時候我們吃蔬食的時候 就即便是五辛素 也很難吃到好吃 香味夠的 然後就是真的是道地的麻辣香 那那時候因為心情也不好 然後老公就有一部分也引導 我跟我聊天的時候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對媽媽的什麼事情 最有印象 記憶最深 我說我媽就是真的很會做菜 因為以前我們家三餐 是不會到面吃的 我媽一定要做三餐 那很辛苦 對 而且我媽還會要 同一個料理還要做兩種口味 因為我爸不吃辣 可是除了我爸以外的人都吃辣 就我媽 我姐姐 兩個姐姐 就都吃辣 是飯耶 對 所以我媽就可能會 先做一個原味的 然後另外再過一個 就是比如說再爆炒一下 辣椒等等的 幹嘛那麼麻煩 或者是要準備兩種 不同菜系的味道 可能有三道是辣的 三道是補辣的這樣 很喜歡做菜 很喜歡 那我媽又好會煲湯 因為媽媽就是一直覺得 湯就是可以補生 補氣 所以就比如說小孩 要升學的時候 她一定會燉湯 女生要漂亮喝好的湯 然後還有什麼青木瓜 這些就是可以 還有補得很好 媽媽補得很好 真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 老公就跟我聊天的時候 一部分也是希望 我可能可以找到一個 跟演藝事業比較不一樣的 行業別 因為我覺得演藝事業 當時其實我媽過世的時候 隔沒多久我就開始拍八點檔 可是拍戲 其實你準備完隔天 因為八點檔就是 然後隔天拍完回家 有的時候劇本備完 我就會放空 然後躺在床上就會哭 就是看著天花板就是落淚 我老公可能就覺得 看著我這樣子不是辦法 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引導我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你想傳承媽媽的味道 你有沒有最想做什麼 我說有耶 就突然很有興趣想到 我說花椒 老公很棒 一直幫你 從那個悲傷的情緒中 幫你帶領出來 轉移一個目標 然後他就引導我說花椒 我說對 因為花椒是我媽媽以前 做菜 因為有時候時間很趕 小孩回來就要立刻可以吃飯 那比如說要炒一個飯 或是炒一個麵 我媽就會先用五花肉 用花椒紹興酒醃好 放在冰箱 然後當那個 感覺就好好吃喔 感覺就好好吃 然後醃好 那已經就醃好了嘛 所以我們一回家 他剁一剁之後 可能炒個韭菜花 或是炒一個什麼 簡單的 那個飯炒飯 好好吃喔 飯炒飯 然後用那個花肉爆香一下 所以會很好吃很香 那 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花椒對我來說 非常有這個 媽媽的味道 記憶中的味道 而且回家聞到那個花椒香 它是會讓整個家裡 充斥著那個香氣 就像以前人家 皇帝不是有那個 焦房之蟲 就是它也是那個花椒香嘛 對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 它就是很 會跟媽媽有很重的連結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研發創業等等之類的 後來我覺得我媽 為什麼是媽媽給我的禮物 我們剛上市的那一個多月 其實銷量沒有很好 其實篤林哥從一開始就有吃到 然後他還問篤林哥問寶媽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行銷比較好 就是這個東西我們覺得很好吃 可是不會行銷 不會分享 你可以看到是素的沒有肉 但是因為素的沒有肉 雖然成本就反而變很高 對 素的比較成本是高的 就是因為工序很煩 你要用素的把它做到這麼香 反而成本很高 對 那成本很高 然後就是怕說推不出去嘛 果然第一個月就是推不出去 寶媽就說 寶媽說 你們這個價錢 你們瘋啦 這麼賣這麼貴 對 可是因為我們成本真的很高 然後其實真的沒有賺多少錢 因為很繁富嘛 然後那個時候 第一個月我就很想放棄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 就又是床上就哭 哭 然後跟老公說 我真的不想做的 然後老公就說 你就不要難過嘛 我們再努力看看 不能放棄這樣 他講的我都聽不進去 結果晚上 我就夢到我媽 就當天晚上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在夢裡跟我說 牽著我的手 我都還記得 那個手是有溫度的 就是它在這樣 然後就跟我說 不要放棄喔 要有毅力 我醒來之後就有一種 頓悟的感覺 覺得怎麼可以才 雖然從研發到上市 可能已經一年多了 可是才一年多 我怎麼可以就放棄 演藝工作我都做了快二十年 我沒有放棄 為什麼要放棄呢 就隔了大概兩三個月 我們業績真的是直線成長 飆高到一個 我覺得我媽在耶 她跟我講不要放棄 如果那個時候 我就放棄也不會有現在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過程 都是媽媽陪著我一起 因為我那時候 從打樣到要上市前 我第一件事就是拿上山 打開 然後給我媽看 就是讓她知道 這個東西 因為有它 才會有這個平衡 所以是妳媽拉的 媽媽吸的 從上面拉 畫直線喔 對 然後所以 對我來說 老公很重要 但是媽媽最重要 所以妳還把媽媽的味道 跟台灣人心中的媽媽 做結合 這什麼意思 我大概四年前的時候 我媽媽還在 然後那個時候我有去遶境 就是媽祖遶境 在大甲那個遶境 然後那時候是美人姐找我去的 然後美人姐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走 是因為她有一段 是沒有路燈 因為媽祖遶境 是遶九天八夜 然後中間有一段路程 是唯一沒有路燈的 然後當時美人姐 就有組起一個團 就什麼七仙女團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拿那個燈籠 照亮那一段 給所有的信眾相克 可以亮亮的 不會 因為不會很黑暗 安全 對 就是協助他們這樣 那那一次去了之後 接下來這三年 我都是經歷媽媽爸爸離開 然後結婚 創業 等等就都很忙碌 那今年初的時候我就有想到 差不多三四月的時候 又到媽祖遶境的這個時間點 我就想說跟老公說 我們就空下來時間 我想去 我想去繞一圈這樣 沒想到隔每兩天 真的超悬 就有中間的朋友介紹說 你們要不要去跟那個 鄭蘭公可以聯名做結合 可是要先擲杯 因為你們是素的麻辣鍋嘛 整個鄉客繞進的過程 都要吃素 所以你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去跟他們做聯名結合 還可以做愛心 然後可以提供鄉客 免費的吃食 因為他們中間有長長的路程 基本上都是用 大家捐獻的方式 去提供食物的這樣 那我就一聽到這個 我說好啊 我想去 然後就這樣彈 然後擲杯什麼就成了 所以我們就有出了兩萬份 是跟大甲媽祖聯名的特別版 那內容物算一樣 可是外面的就是大甲媽的Q版 我們還有倩麗眼跟順風 我覺得很可愛這樣 然後除了這個聯名之外 我等於去了四趟吧 從一開始下去 然後中間有陪他們走一段 然後最特別的地方 是提供他們吃的 我們提供了大概五百多包 免費的商品給他們吃 然後我也有自己下去煮 就是煮中間凌晨 大家開始走的那個 繞進的過程 早上吃的甜美喔 一起嫁的時候有一個像習俗 應該說是一個神機吧 每一次一起嫁之後就會下毛毛雨 那我們那一年 就是我們今年去的時候 也正好一起嫁就下毛毛雨 而且涼涼的 我才有穿外套的那一種 所以吃麻辣剛好啊 剛剛好要喝熱熱的湯 然後我個人就在那邊煮給大家吃 然後腰火 說因為旁邊都是粥啊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米粉啦 對 炒米粉啦 對 炒米粉啦這些 我說來來 換看看 換看看這裡吃了不合會喔 吃了不合會 好可愛 吃看看 吃看看這樣 然後就給信眾們吃這樣 我覺得那個感受滿強烈 我其實很喜歡跟人直接的接觸 因為那個熱情 那個那一份信仰的那種力量 是你要近距離接觸 那一份溫暖就可以直接感受得到 對 面對面對 因為當天像起嫁 我是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機會 我很難擠到前面去 所以我是從頭到尾 那個騎馬泡放 我就在最近的那個離媽祖 好近好近 好震撼喔 然後就是 你這輩子可能就只有這一次 可以擠到那麼前面 每個人都是這樣貼緊緊的 我一度就是覺得我要飛起來 然後你要開始前 有幾個他們會叮嚀你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 鞋帶要綁緊 因為會被踩掉鞋子 第二個 頭要抬高 不然你會窒息 這樣這樣呼吸 人太多 可是大家都 好像準備好了 就是一定要這樣熱血一次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的機會 真的 好棒喔 好棒喔 而且事業還可以做得那麼好 好棒喔 而且事業還可以做得那麼好 好棒喔